在第一段视频中,我们讨论了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如何受到了在俄罗斯帝国1881年至1906年期间发生的暴动,及反由骚乱的推动。 亚历山大三世沙皇曾赦免了许多这些骚乱的策划者,同时支持了协助东欧犹太人逃离暴力,在奥斯曼巴勒斯坦重新安置的犹太慈善机构。 亚瑟·巴尔夫勋爵支持了1905年的外国人法案,限制了犹太寻求庇护者在英国重新定居的数量,尽管他在1917年发布了巴尔夫宣言。 承诺在一战结束后,为犹太人民在奥斯曼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的权利。 与此同时,英国承诺向协助击败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盟友赋予自决权。 然而,在一战结束时,英国建立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托管地,这激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不满。 随着英国托管继续对巴勒斯坦农民征税,尽管股物价格暴跌,不满情绪升级为大规模起义。 1936年的大巴勒斯坦,其已在1939年被英国托管部队和犹太武装分子的协助下镇压。 随着反游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助长法西斯主义的烈焰,以及纳粹战争机器占领波兰、比利时和法国、伊路撒冷、大姆夫提阿明、侯赛因曾获得英国支持。 于1941年11月访问了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寻求结盟,以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驱逐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 本雅明·梅塔尼亚胡最近提到这次会晤说服希特勒发动犹太大屠杀。 自由地道德文字。 他说服希特勇和其他人的遗争、1920年、1929年、1929年,由谤网友封沙特勒封桐的封桌。 他提供上 jeżeli遗亡的关系我来到这个判断者的封标,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 papel。 这一说法已被证伪 因为侯赛因很可能是反忧主义者 但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 于1941年6月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 早于侯赛因与希特勒的会晤 暗示希特勒没有打算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是一种大屠杀修正主义 最初希特勒效仿其他反忧主义的欧洲领导人的例子 积极支持排游事件和对犹太人的袭击 同时还参与了与巴勒斯坦犹太当局的哈瓦拉协议 允许德国犹太人在清空他们在德国的财产后 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 根据该协议 超过六万名来自德国和德国占领地的犹太人 移民到了巴勒斯坦 将希特勒政府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种反忧主义 然而 纳粹政权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视为其迫害犹太人和创立亚利安族主义国家的临时有用工具 同盟国国家也对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表示不欢迎 美国政府拒绝了多批犹太地户寻求者 其中许多人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 这种不愿提供庇护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对犹太难民可能是德国间谍的疑虑 相似的言论也被用于2011年的叙利亚难民 保守派表示他们可能是ISIS基金分子 以及来自南美的庇护寻求者 被称为潜在的人口贩子和毒品走私者 尽管到1939年英国已接纳了来自欧洲的7万多名犹太难民 但英国的移民程序积极阻止移民进入和留在英国 据估计有50万名犹太难民被拒绝入境 美国拒绝了多艘犹太难民的船只 包括再有近乎全部为犹太人的937名乘客的克伦 圣路易斯 这艘克伦被迫返回欧洲 最终超过四分之一的乘客在大屠杀中丧生 在战争期间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参加了巴勒斯坦团的战斗 反对洲新国 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 1944年 伊尔贡等犹太武装分子 由梅纳赫姆 北京领导 恢复了对英国托管的叛乱 反对建立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国家 和限制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计划 伊尔贡和勒西 被英国托管部队和巴勒斯坦犹太当局标记为恐怖组织 他们的叛乱活动包括对英国警察局的爆炸袭击和对英国官员的刺杀 尽管统治巴勒斯坦的犹太机构的军事役哈加纳表面上应该协助英国打击叛乱 但到1945年 哈加纳秘密与勒西和伊尔贡力量合作进行行动 叛乱活动 在1946年伊尔贡队位于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英国巴勒斯坦托管地行政总部 进行爆炸袭击后愈演愈烈 到1947年3月1日 为回应伊尔贡队英国目标的袭击 包括耶路撒冷的军官俱乐部 英国当局对巴勒斯坦犹太区实施了戒严 以集体惩罚的方式回应伊尔贡对英国目标的爆炸袭击 到1947年9月 巴勒斯坦的英国内阁已经收购了 决定撤离非必要人员 他们原本计划建立一个单一国家的计划 似乎不可能实现 而之前被认为不切实际的以色列 分割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提议 似乎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选择 到了1947年11月29日 联合国批准了将以色列分割为两个国家的计划 这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并引发了巴勒斯坦内战 到了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宣布独立并建立了他们的国家 第二天 英国宣布结束了他们的托管 并撤离了所有剩余的人员 随着战争加剧 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军队 前来支援新建立的 以色列国家的巴勒斯坦叛军 虽然他们在战争初期取得了成功 封锁了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 摧毁了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辆 但随着以色列与苏联签署了武器合同 并征兆和训练了新建国家的每位 犹太公民 战局逆转 像伊尔贡和勒西这样的犹太武装分子 以前主要针对英国目标 也参加了战争 对耶路撒冷西部的敌尔 亚新村进行了一次屠杀 杀死了114名阿拉伯人 我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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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拒绝了美国 我必须要拒绝了纳仁 我必须要拒绝了阿拉伯 我必须要拒绝了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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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拒绝了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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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军 我们要拒绝了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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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证据表明哈加纳 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 埃迪阿夫 使用了生物战 用伤寒杆军污染了阿拉伯城镇的精髓 到1949年7月20日 以色列已与叙利亚 黎巴嫩 欲旦和埃及 签署了停战协议 有75万名巴勒斯坦人 被赶出家园 流入邻国 或新的巴勒斯坦边界 以色列以色列保留了在1948年联合国分割计划边界之外获得的领土 曾领导犹太恐怖分子伊尔贡的梅纳赫姆 北京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 任职于1977年至1983年 1947年至1949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仍然存在争议 捍卫以色列的人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流离是自愿的 并嘲笑纳克巴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名 指的是75万巴勒斯坦人的流离 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流离是被迫和暴力的 加沙地带的81%人口要么是耐克巴的幸存者 要么是其后代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支持犹太人返回以色列 其中许多人怀有反游主义情绪 以色列左倾报纸《哈雷兹》 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估计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 主要是福音派组织 从2008年到2018年之间 捐赠了5000万至6500万美元 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相信 犹太人返回以色列 将实现圣经预言 加速耶稣基督的再来 这是福音派对即将到来的末日的希望的一部分 那将消除所有非信徒 包括犹太人 许多福音派资金最终支持了被占领的西岸非法定居点 这些非法定居点是官方认可的巴勒斯坦领土 近年来一直受到由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支持的犹太定居者的占领 最近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玛尔 本吉尔被看到在视频中分发一万支步枪 供平民民兵使用 包括西岸的民兵 在极端情况下 白人至上主义者将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 视为成功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 白人民族主义领袖 新纳粹分子 白人民族主义者 理查德 斯宾塞 曾一度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称为白人犹太复国主义 他在以色列第二频道的一次出现中说 你可以说 我是一个白人富国主义者 因为我关心我的人民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家园 就像你们希望在以色列有一个安全的家园一样 以色列为全世界的犹太人 他们的子孙和配偶 提供公民身份和重新安置的政策 对于一个屡遭迫害和不断面对反犹主义的民族来说至关重要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 以色列是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悲观地认为 犹太散居民将永远不会被允许和平生活的时代创建的 现在 任何犹太难民都可以在以色列寻求庇护 但那些不是犹太人 却仍然被寻求庇护的国家 拒之门外的数百万难民怎么办呢 现在有七百万巴勒斯坦难民 他们要么出生在巴勒斯坦或以色列 要么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人的后代 但却不符合以色列公民身份的资格 The discussion of rules for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crowded space The United Kingdom is hosting an AI safety summit later this week The European Union moving forward with its AI Act to regulate AI The United Nations is creating a digital compact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G7 have issued guidelines And there are countless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conferences on managing the risks of AI Stanford University found that 37 AI-related laws in 127 different countries passed in 2022 alone Most of these guidelines say more or less the same thing That all must balance the potential risk of AI systems against the risk of los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new technology can br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test entrant into the crowded field Wit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leasing its executive order EO On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United States leads in developing AI technologies Also a crowded space So these rules are consequential, if not always groundbreaking The EO is level-headed It avoids the use of phrases like existential risk And focuses on concrete problems, security and safety, privacy, discrimination Its approach to managing risk is increased transparency and the use of testing, tools, and standards In recent months, many federal agencies have pressed ahead with AI-related rules This EO establishes a requirement to engage in AI rulemaking that had lagged since President Trump's initial February 2019 order Perhaps its defining feature is its use of the executive-led approach to regulation In contrast with the legislative approach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itle 1, Key Points from the Executive Order The EO has a very broad scope There is great emphasis on developing standards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using AI tools to fix software reinforces goals set in the National Cyber Security Strategy And recognize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AI One important new requirement is to apply standards for federally funded biological synthesis projects An area that many experts see as the most likely near-term risk from AI Limiting standards to federally funded project also limits their scope But in this and in other areas, the EO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making the use of AI less risky Harmonizing the many EO guidelines and laws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Might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the administration can take Unless Congress dramatically changes from the regulatory principles in the EO It all but assure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ecline to follow the European Union's risk classification embedded in the EU-AI Act The principles in the EO are not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EU-AI Act As the competing privacy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d the laissez-faire US approachAnd the language the EO uses on privacy, civil rights, and workers' right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s approach Another major element of the EO is its focus on red-teaming Red-teaming entails stress-testing programs for potential holes or safety oversights Under 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 the EO states that Companies developing any foundation model that poses a serious risk to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or national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must notif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en training the model, and must share the results of all red-team safety tests While this provision is likely to invite pushback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which will claim that such measures will lead to the leakage of trade secrets, this policy will encourage private sector developers to consider more seriously the net effects of their products Embedded in this section, however, is also the growing mission creep of the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security agenda that increasingly meld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ogether with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today's more decentralized, diffuse, and digital environment, that may prove prescient over time Some of the proposed solutions are not new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ied to promote privacy-preserving technologies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th little success Efforts to avoid AI-enabled fraud through detection, authentication, and watermarking are also not new and have had limited uptake by users This might be a place where greater use of AI tools can help Proponents of immigration reform are not shy in linking U.S.-China technology competition to making more visas available for skilled foreign talent There are many world-class AI researchers eager to join U.S. universities in AI labs, but the EO's plan to modernize the visa process, while a welcome improvement, is not a game-changer without increasing the cap for highly skilled applicants The EO raises many social issues AI will create, such the risk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 effect on workers, but does not really address them The sections on discrimination and on workers calls for studies and work to develop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 Other sections, like the section on innovation, echo some of the administration's pet themes like helping small businesses and encouraging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hese ideas are not linked to any specific action There are no easy solutions to some of the most enduring ills of the social media era, such as the link between content moderation, misinformation, and online harassment issues that reflect society rather than represent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through executive action Most of the action in the EO will need to be developed further, making the EO a kind of work plan as much as a rule Title II, Congress and AI Regulation Congress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progress in making AI safer EOs have the force of law, but they are limited to authorities Congress has already approved While some executive agencies are confident that their existing authorities are adequate to regulate AI, in other cases, particularly for privacy, there is a limit to what an EO can achieve unless Congress passes legislation, and this is unlikely Congress has abrogated its role in regulating privacy so far Instead, California's Consumer Privacy Act has become the largest piece in a patchwork of state privacy policies More broadly, the reliance on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regulate AI denotes a major hurdle, since Congress has been unable to legislate on potential harms resulting from the adoption of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re have been hard lessons learned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nability to regulate social media and US lawmakers are keen to avoid a similar scenario as AI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nability of Congress to agree on legislation has mad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ly on its executive powers This action on AI, for example, follows an earlier EO from August 2023 that limited US investment in AI with potential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uses in China Failure to legislate forc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create strategic roadmaps for understaffed US agencies to implement Title III, Enforcement of the Executive Order Another question for the EO is how it will be enforced The EO builds on earlier voluntary commitments from private sector behemoths, but securing their buy-in to this agenda will be necessary in effectuating many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same day the EO was released, G7 leaders put out a statement announcing the creation of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ll AI actors in the AI ecosystem and code of conduct for organizations developing advanced AI systems The G7 process aligns with the EO, calling for red teaming and authentication methods such as watermarking The text of the EO fact sheet affirms the goal to complement and support international efforts, including the G7 Hiroshima AI process However, the Hiroshima AI process is more narrowly focused than the EO, primarily targeting advanced foundation models and generative AI The G7 documents are also unique in that they are a living document intended to be updated as AI models evolve An important facet given the rapid pace of AI's advancement Parts of the private sector was largely quick to support the EO Microsoft's President Brad Smith said the following on X Today's executive order is another critical step forward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technolog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US officials to fully realize the power and promise of this emerging technology However, Netchoice, a coalition of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echnology firms, published a press release that largely condemns the EO as a red tape wishlist that would harm the AI marketplace, stifle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and ultimately damage the United States' standing as a tech leader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regulate AI, it will need to secure durable buy-in from bo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is is no small feat to achieve, but the risks are high if it fails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贵州茅台旗下的53度飞天和五星茅台一夜之间平均涨价20% 这也意味着从11月1日起 茅台9的主力产品53度500毫升装经典茅台9的出厂价 将由969元上调200元至1169元左右 但是市场指导价为1499元一瓶 暂时不变 贵州茅台股价周三上涨达到6% 10月20日贵州茅台曾经披露三季度财报 2023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达到1033亿元 同比增长18.5% 净利润则达到529亿元 同比增长19%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 净利润同比增长16% 创下了茅台业绩的历史新高 这也是贵州茅台至今第一次前三季度营收突破千亿 整体业绩于2021年全年几乎持平 净利润已经超过2021年全年的525亿元 10月31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公告 称自2023年11月1日起上调53度贵州茅台酒 也就是非洲茅台和五星茅台的出厂价格 平均上调幅度为20% 而此次调整不涉及市场指导价格 茅台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提价 零售价更是从200多涨到2000多元 从这张涨价图上可以看到 下面灰色的是出厂价 上面深蓝色的是零售价 从2004年至今涨幅惊人 期间曾经因为繁腐打击 不得铺张浪费等口号而一度价格回落 但是近几年已经收复失地再创新高 而公开资料显示 2018年贵州茅台的销售毛利率为91.1% 此后的2019年至2022年毛利逐年上涨 分别达到91.3% 91.4% 91.5%和91.9% 10月18日贵州茅台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蒋燕曾经说 消费者投资者以及经销商供应商 都是茅台的利益共同体 他说茅台股票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并且称茅台是一个优质的酒企 靠的是几十年的沉淀 不是砸钱能砸出来的 而对于茅台的价格 贵州茅台的董事长丁雄军自2021年上台以来 无论是在业绩说明会还是在股东大会等公开场合 都对飞天茅台的涨价事宜惠莫如深 在茅台的股东大会上丁雄军表示 对于飞天茅台什么时候提价 怎么提价要有智慧 他还说如果飞天茅台能够提价会有更多的利润 而时隔六年后 飞天茅台终于迎来了丁雄军所谓有智慧的提价举措 令他的股价也大涨6% 如今提价措施落地 由于茅台经销商是按月打款 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利润就会在茅台的财报上有所体现 而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涨价涨的是出厂价 市场指导价格保持不变 这也就意味着飞天茅台涨价抢的是渠道的利润 由于提价不涉及市场指导价格 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率会面临挤压 回顾茅台提价前的一系列变革举措 不难发现此次飞天提价是丁雄军布下扬谋的必然结果 本形式表示 疫情之后白酒消费场景的恢复不及预期 就连茅台也会感到压力 选择直接对飞天系列提价是压力集中释放的结果 今年10月19号市场曾经传出 茅台将在四季度控量减费的消息 令惶恐的二级市场赶忙给茅台砸出了一根跌幅5.67%的阴线 而第二天茅台三季度财报也显示 其三季度营收净利增速均有所放缓 低于年初制定的15%的增长目标 从飞天茅台的批发价来看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飞天茅台的批发价明显成压 双节前后合计下跌150元左右 显然也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 茅台相关人士在与投资者的交流中解释称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 有3%至5%的价格波动也是很珍长的 但是与此同时 茅台相关人士也表示 不排除对茅台酒直接提价的可能 而不到一周之后 贵州茅台就在深夜官宣对飞天茅台进行提价 并且立即生效 这就是对飞天茅台的渠道利润进行了一次再分配 目前飞天批发价在2650元左右 提价后与出厂价之间仍然有近1500元的差价 这就是茅台经销商的利润空间 而在提价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丁雄军布下的阳谋 首先在提价的靴子落地之前 被丁雄军大力扶植起来的直销渠道成为了利器 今年前三季度 贵州茅台的直销占比达到44.13% 丁雄军推出了i茅台电商APP 消费者在这一手机APP中 直接可以购买到官方正品茅台酒 该APP超过4200万的用户数字 也就意味着茅台有能力绕过经销渠道直达消费者 这商证券的研究报告预计 2023年贵州茅台全年的直销比例将超过50% 而在2021年丁雄军上任之前 贵州茅台的直销占比仅在10%左右 丁雄军的另一个阳谋则是在保证飞天供应的前提下 压大力度投放飞镖产品的占比增收 试探经销商 所谓的飞镖产品简单来说 就是指飞天茅台之外的其他高端茅台酒 比如说生肖系列 礼宾系列 陈酿系列 以及节气系列等等所有的高端产品 2022年飞镖茅台收入占比已经超过飞天 成为茅台酒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丁雄人士表示 今年下半年以来 茅台一直在控制飞天茅台的量 茅台现在库存的全部都是飞镖茅台酒 华创证券的引爆认为 今年第三季度茅台酒营收同比增长14.6% 仍然由飞镖产品贡献这一部分的增量 而如今结果显示 直接提价才是贵州茅台的最终底牌 白酒行业分析师表示 茅台经销商安月打款 节奏不变 因此11月1号提价的影响 将直接反映在今年四季度的业绩上 据方正证券分析师王泽华的测算 此次茅台酒出厂价的提高 预计将会令茅台今年收入增加约62亿元 增后幅度约4.2% 增加净利润约41亿元 增后幅度约5.6% 那么从长远来看 提价措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结果呢 历史上贵州茅台对飞天茅台共有过8次提价 但是并非每次提价都会对飞天的批发价带来正向的价格传导 数据显示 贵州茅台此次对飞天20%的涨幅 仅低于2008年的22%和2012年的32% 而在2012年那次提价之后 恰逢白酒行业因为限制三公消费而遇冷 茅台批发价有所下滑 当时的时任董事长元仁国甚至对经销商下过死命令 说必须力挺茅台价格 谁低就取低谁 最终是稳住了茅台的价格 而在距今6年前的2018年 飞天茅台最近的一次提价 也是在元人国任上实现的 飞天茅台价格从819元提高至969元 涨幅达到18% 但相比2018年 如今贵州茅台所处的外部环境更像是2012年 白酒消费需求的收缩显而易见 2018年茅台涨价的背景是 消费升级带动飞天茅台批发价从1100元左右攀升至1600元 市场上的平价茅台一平难求 而相比之下 如今飞天茅台的批发价自2021年曾经短暂站上过3000元大关后 已经许久未涨 甚至出现双结前后价格大幅下滑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上一轮飞天茅台批发价上涨之后 厂商与经销商共赢的场景都没有再次出现 这无疑是一场存量的博弈 是茅台对渠道利润的部分收回 终端茅台的消费需求也并未如预期般的火热 湖北地区的终端经销商表示 在11月1号涨价的第一天 茅台的市场价格并未上涨 但他预计临近元旦前后价格会有所上涨 另外一方面 白酒行业的周期其实与房地产基建等行业也是息息相关 川财证券的分析师在引爆中指出 在2009年3月4万亿政策落地地产基建等行业扩张 带动政界商界的商务活动增加之后 这一点成为了九起当时业绩回暖的重要原因 而现在九起几乎失去了房地产行业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否再次升级也成为一个未知数 而目前来看 即使贵为茅台也没有逃离周期的例外 在成为中国股王之后 贵州茅台在过去十年中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酒类生产商 并且一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的代表 它的市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是中国市值第二高的公司仅次于腾讯 多年来也一直是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核心组成部分 而现在外国投资分析师表示 与两年前相比 外资对茅台的持股量大幅下降 茅台本轮台价所带来的利好也许只能影响到A股 而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 这不会成为他们买入的驱动力 因为中国现在整体经济的负面形势影响太大 中国本周的经济数据显示 官方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和财新制造业指数纷纷下跌 扭转了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的迹象 令人再次为中国经济的萎缩开始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腥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悄然告别受欢迎的前总理 中国受打击的人民币能否在美联储暂停加息的情况下找到力量 到2024年印度制造的阿凤底利将翻倍 TF证券 中国的间谍机构对试图破坏金融系统的国家进行了抨击 香港金融科技博览会认为 支持代币化式提高效率的手段 中东经济陷入了焦火之中 请大家收看 到2024年印度制造的阿凤底利将翻倍 TF证券 南华早报 根据台湾富国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的研究报告 印度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阿凤的主要生产基地 而富士康在中国的阿凤生产预计将大幅缩减 目前印度制造的阿凤占全球出货量的12%至14% 如果生产扩张顺利进行 预计明年将达到20%至25% 与此同时 预计到2024年 富士康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将缩减35%至45% 竞争对手力讯精密的崛起和持续存在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是生产转移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间谍机构对试图破坏金融系统的国家进行了抨击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安全部表示将积极保护国家的金融稳定 并密切监测该领域的风险 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该部门指责某些国家利用全球金融市场来破坏中国 这是对美国的隐晦批评 该文章还强调了对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担忧 特别是考虑到地缘政治动荡和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以及地方政府债务 香港金融科技博览会认为支持代币化是提高效率的手段 南华早报 金融行业应该采用代币化和其他新技术来提高运营效率并开启新的商机 香港金融科技州的发言人表示 然而 他们警告称 这些技术的实施应该在受控环境中进行 以有效管理风险 香港交易所主席扎小新表示 技术应该应用在一个有确定性 稳定性和可靠性支持的环境中 中东经济陷入了交火之中 经济学人 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冲突的升级 对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经济增长希望造成了打击 该地区一直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 利比亚和也门等冲突似乎已经冻结 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地区的主要对手也在逐渐走向更加友好的关系 这导致国际对海湾地区的投资增加 并对经济一体化持乐观态度 然而 最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将焦点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了遏制和缩短战争 阿拉伯领导人在受到本国民众压力的情况下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 冲突持续时间越长 加沙地区的破坏越大 阿拉伯领导人在未来与以色列接近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将对中东地区的较贫穷国家 尤其是埃及产生经济后果 该国已经面临高通胀和巨额债务负担的困境 最糟糕的情况是该地区陷入全面战争 油价大幅上涨 并对经济多元化努力造成干扰 美国银行现在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交易 经济学人 随着更高的利率转嫁给客户 美国银行的利润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过去一年 随着客户将资金转移到高收益期权 低收益产品的存款从29%下降到20% 导致继息存款的平均收益率从美联储开始加息时的0.1%上升至2.9%以上 这打击为银行的利润 因为更高的利息成本与贷款利息收入的增加不匹配 尽管银行老板保证存款贝塔系数已经见顶 但预计未来几个月将继续上升 日本如何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经济学人 日本央行BOJ将基准利率维持在负0.1% 这是过去7年的水平 尽管通胀率不再那么低 日本央行上调了对未来三年前在核心通胀的预测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央行将在明年年初结束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并在4月之前加息 利率的小幅上升将导致日本债券收益率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 这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高通的收益显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正在改善 南华早报 高通公司报告了2021年第四季度超出预期的收益 这得益于中国市场销售的增长 并提供了超过预期的本季度收入预测 这家芯片巨头报告了第四季度销售额为86.3亿美元 同比下降24% 但略高于共识预期 高通公司预测2022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将在91亿美元至99亿美元之间 终止超过分析师的预期 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无线电信产品软件和半导体供应商之一 据消息人士称EQT重新开始收购65亿美元的Global Switch的谈判 彭博社 据报道 私募股权公司EQT App正在与数据中心公司Global Switch Holdings Ltd进行收购谈判 交易金额可能达到约65亿美元 EQT正在与Global Switch的中国业主进行谈判 根据尽职调查的结果 双方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达成协议 自2019年以来 Global Switch的业主一直在探索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数据中心运营商的各种选择 而EQT是最后一轮竞标该公司的收购公司之一 讨论仍在进行中 交易并不保证能够达成 中国受打击的人民币能否在美联储暂停加息的情况下找到力量 南华早报 尽管美联储决定暂停加息 但中国监管机构仍面临着遏制跨市场传染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紧迫性 美联储宣布将利率维持在5.25%至5.5%不变 利率上调给人民币带来了压力 使其对美元的汇率降至16年低点 尽管美联储的决定给予了一些喘息的时间 但其影响仍将继续对中国的股票 债券和外汇市场进行考验 中国央行可以采取调整外汇储备比例等政策 以在必要时维持货币的健康稳定政策 随着资金流动减少和需求增加 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缺口正在扩大 联合国 南华早报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AP的一份报告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创进路的适应融资缺口 因为资金需求增加而流动性减少 这是由于乌克兰战争和后疫情挑战所导致的 报告显示 发展中国家在本十年内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 已经增加到每年2150亿至3870亿美元的估计范围 预计这些财务需求将进一步增加至2050年 然而 2021年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融资流动性下降了15% 达到210亿美元造成每年1940亿至366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 中国敦促缅甸停火因为叛军夺取了重要的边境哨所 彭博社 中国呼吁在于缅甸边境地区立即停火 该地区一支叛军声称已夺取了包括一个重要贸易枢纽在内的几个城镇 中国政府敦促所有相关各方和平解决分歧 避免进一步升级 这场战斗凸显了缅甸执政军政府面临的挑战 自三年前发生政变以来 他们一直在努力维持对该国的控制 军政府面临着经济疲软和日益增长的不满 同时来自各种武装民族团体的暴力活动也日益加剧 中国公安部长最近访问了缅甸与军政府领导人会面 但在官方报告中并未提及这场战斗 荷兰总理候选人表示 ASML中国出口限制来得太晚了 彭博社 荷兰选举中的领先候选人迪兰伊歇尔格斯 泽德里乌斯表示 荷兰应该更快采取行动限制对ASML高科技芯片制造机器向中国的出口 自去年以来 美国一直与荷兰和日本合作 限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防止其获得军事优势 从明年1月开始实施的对荷兰公司的出口禁令适应美国的要求实施的 但这些禁令激怒了一些荷兰议员 他们认为这侵犯了荷兰的主权 中国悄然告别受欢迎的前总理 BBC 中国为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哀悼 全国降半旗之哀 曾被认为是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李克强被现任主席习近平超越并被边缘化 他的葬礼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习近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出席了葬礼 与普通中国公民的悲痛和赞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一事件在国家媒体上被低调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 公众的反应反映了对习近平执政前更开放和乐观时期的哀悼之情 李克强担任总理长达十年 以其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关注减少贫富差距 提供可负担房屋而闻名 在习近平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同时 他在实施改革方面遇到了困难 政治和科技领袖在首届峰会上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七国集团G7富裕国家的财政部长们聚集在伦敦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 讨论人工智能AI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这次峰会由英国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主办重点讨论与AI相关的风险和机遇 会议将讨论包括AI监管 网络安全 工作岗位流失 以及人类对技术的控制等话题 这次峰会的目的不是制定全球立法蓝图 而是帮助各国更好的了解与AI相关的风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六度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 我们谈到了中国经济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破产率较低 这给经济带来了一些困扰 虽然低利率看起来是好消息 但它导致了企业违约的增加 中国让陷入困境的企业维持生计的做法扼杀了生产力 并造成了经济的维米不振 然后我们来看了印度制造的iPhone比例的增长 预计到2024年 印度制造的iPhone比例将翻倍 这一趋势是由于竞争对手的崛起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原因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中国间谍机构对试图破坏金融系统的国家进行的抨击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表示将积极保护国家的金融稳定 并密切监测该领域的风险 我们还看到了香港金融科技博览会的发言人表示 金融行业应该采用代币化和其他新技术来提高效率 并开启新的商机 然而 他们也警告称 这些技术的实施应该在受控环境中进行 以有效管理风险 另外 我们还关注到中东地区的经济陷入了交火之中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对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经济增长希望造成了打击 这将对中东地区的较贫穷国家产生经济后果 接着 我们看到了美国银行面临着更大的利润压力 随着客户将资金转移到高收益期权 银行的利润面临着压力 这给银行带来了一些挑战 然后我们来看日本如何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负0.1% 这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通的收益显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正在改善 高通公司报告了超出预期的收益 这得益于中国市场销售的增长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了EQT重新开始收购Global Switch的谈判 私募股权公司EQT App正在与数据中心公司Global Switch Holdings Ltd进行收购谈判 我们谈到了中国受打击的人民币能否找到力量 尽管美联储决定暂停加息 但中国监管机构仍面临着遏制跨市场传染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紧迫性 最后 我们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缺口正在扩大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创纪录的适应融资缺口 这是由于资金需求增加而流动性减少所导致的 这些新闻给我们展示了当前全球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动态 中国经济面临一些问题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全球金融体系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 国家和企业都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新闻 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想要了解的问题吗? 欢迎和我一起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澳大利亚和中国寻求新的方式来治愈救伤口 在美国执行后 澳大利亚总理开始进行棘手的中国执行 微软承诺在多次遭受黑客攻击后改进安全产品 银行是没有钱的地方 习近平称中国为大国 但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前来寻求合作 请大家收看 澳大利亚和中国寻求新的方式来治愈救伤口 B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将成为7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此次访问是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期进行的 包括贸易争端和对外干涉的指责 尽管最近的一些姿态改善了两国关系 但分析人士表示 两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争夺影响力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 此次访问被视为一个机会可以建立防护措施并减少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美国执行后 澳大利亚总理开始进行棘手的中国执行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计划在本周末访问中国 这将是自六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以来 澳大利亚领导人首次访华 自阿尔巴尼斯的工党政府于2022年5月上台以来 澳中关系有所缓和 但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深度安全联盟可能会阻碍进一步改善关系 此次访问将在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和贸易的安全担忧以及两国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之际进行 习近平称中国为大国 但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前来寻求合作 澳洲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 标志着澳大利亚领导人近七年来首次踏上中国土地 这次访问对两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他为中国提供了改善形象的机会 也为阿尔巴尼斯稳定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展示与西方的冲突可以得到解决 巩固他的统治并推进他的全球战略 这次访问还凸显了澳大利亚作为中国修复与西方关系的外交跳板的重要性 微软承诺在多次遭受黑客攻击后改进安全产品 彭博社 微软宣布将改进其网络安全策略 该公司的三名高管表示 他们已经深思熟虑地适应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 并承诺在三个工程领域取得进展 改革 软件开发 实施新的身份 保护措施和加快漏洞响应速度 该公司每年200亿美元的网络安全业务增长迅速 但也经常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并受到批评 微软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措施加快对漏洞的响应速度 银行是没有钱的地方 彭博社 摩根大通正在寻找资金来源 以便向企业客户和私募股权赞助商提供贷款 该银行希望向这些客户提供贷款 以获得良好的风险调整回报 但受到可用资金不足的限制 过去 银行通常会利用客户存款来为这些贷款提供资金 但由于资本要求的增加 这种做法变得风险较大 因此 摩根大通正在寻求与养老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合作 这些基金拥有可以长期投入业务的资本 由于其更好的资金模式 私人信贷正越来越多地替代银行贷款 养老基金 保险公司 主权财富基金和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 而银行则依赖短期存款 这些专业公司从养老金获得长期股权资金 能够为贷款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 摩根大通推动缩小其银行服务范围并寻找替代资金 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摩根大通寻找资金来源的举动凸显了银行业的变化动态 随着银行面临日益增加的监管压力和资本要求 他们越来越难以向客户提供贷款 这位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替代贷款机构提供了机会 他们可以提供长期贷款资金 私人信贷正成为传统银行贷款的受欢迎替代品 因为它提供更稳定的资金和更好的风险调整回报 让开吧 世界 美国想制定人工智能规则 金融时报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再次重申了他致力于维持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领导者的承诺 哈里斯在与总统乔·拜登一起发表讲话时强调了美国在促进全球行动和建立人工智能政策共识方面的能力 拜登签署了一项旨在监管人工智能并解决隐私 安全 歧视和虚假信息等问题的行政命令 这些言论正值此时 根据2023年人工智能现状报告 过去三年中 美国产生了超过70%的最常被引用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 Blackpink的明星在微博上因为夜总会表演被封禁 BBC Blackpink成员Lisa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账号已被封禁 有传言称 这是因为她最近在巴黎的Crazy Horse夜总会表演 Lisa的百度粉丝俱乐部账号也被暂停 据报道 中国女演员Angela Baby和张嘉尼也参加了Lisa的演出 她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受到了限制 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用户表达了对Lisa的表演可能变得低俗 并引起中国审查机构注意的担忧 韩国女子音乐组合Blackpink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美国芭蕾舞团在十年后重返中国 此举显示出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迹象 彭博社 美国芭蕾舞团已经十年来首次回到中国 这标志着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改善 该团的85名舞者正在上海演出 随后将前往北京 此次巡演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上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面之前进行 Sainsboroughs在与Audi和Lidle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 BBC 英国超市连锁店塞恩斯伯里表示 随着生活成本的上涨 顾客正在从折扣店奥勒奇和利德尔赚回来 塞恩斯伯里报告称 在截至9月16日的6个月内 杂货销售额同比增长10% 但税前利润下降27% 至2.75亿英镑约合3.63亿美元 塞恩斯伯里首席执行官西蒙·罗伯茨表示 公司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降低成本 通过降低顾客购买最常见产品的价格 将资金返还给顾客 区块链平台如何降低货币交易成本 金融时报 汇丰银行和富国银行合作使用区块链技术来结算他们之间的外汇交易 这两家银行使用共享的私有账本来跟踪和管理货币交易 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这项技术使得银行能够同时看到相同的事实 降低了信息差异的风险 汇丰银行还在内部使用区块链来结算外汇转账 使用区块链使得货币结算对汇丰银行和富国银行更加简单 快速和便宜 Accenture 的一项调查发现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全球十大投资银行中的八家银行每年节省高达1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成本 然而 最近有几个重要的区块链项目被放弃 这凸显了区块链项目要实现主流采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本钢铁公司撤销针对丰田的电动车金属诉讼 日经亚洲 日本钢铁公司已经撤销了对丰田和三井物产的专利侵权诉讼 但将继续对中国保钢提起法律诉讼 该钢铁制造商在2021年10月对丰田和保钢提起诉讼 声称他们侵犯了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非取向电工钢板的专利 该公司称 结束对同胞公司的诉讼是因为汽车和钢铁公司在脱碳方面需要合作 日本钢铁公司将继续对保钢提起诉讼 而分析师们认为这个案件是为了在日本法院确立接受针对侵犯日本专利的外国公司的诉讼的先例 政府曾经引领创新 但在人工智能领域他们正落后 华盛顿邮报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 政府正努力控制人工智能AI的发展和应用 该技术正在战场和竞选活动中使用 并具有影响民主和战争的能力 AI正在由科技公司在企业保密下开发 基本上超出了政府监管的范围 政府过去通常能够招募顶级科学家从事国家利益项目 但现代情况已经不同 公司呼吁按照自己的条件限制AI的发展 公盟和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 呼吁国际合作限制AI的风险并发挥其好处 然而 这份宣言缺乏细节 观察家认为它正在被AI的发展速度超越 如今 科技公司控制着美国技术研发的大部分资金 造成了地缘政治的真空 需要建立新的机构 使政府能够在AI带来的机遇与国家安全关切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的孔子学院正在美国校园中消失 彭博社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报告 大部分由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已经关闭 目前这无所指在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仍在运营 而2019年时有96所 这些关闭是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加剧以及美国立法威胁要削减对保留孔子学院的大学的联邦资助的结果 孔子学院的批评者认为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施加影响的工具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新闻 首先 澳大利亚和中国正在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善彼此的关系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将成为七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这次访问被视为一个机会可以减少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过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问题仍然存在 这可能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微软承诺在多次遭受黑客攻击后改进安全产品 微软宣布将改进其网络安全策略 并承诺在软件开发身份保护和漏洞响应方面取得进展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因为微软每年有200亿美元的网络安全业务 但也经常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这次改进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措施 加快对漏洞的响应速度 摩根大通正在寻找资金来源 以便向企业客户和私募股权赞助商提供贷款 这是银行业的一个变化趋势 因为传统银行越来越难以向客户提供贷款 私人信贷越来越多地替代银行贷款 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定的资金和更好的风险调整回报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重申了他致力于维持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领导者的承诺 人工智能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战场和竞选活动中 具有影响民主和战争的能力 然而 政府在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方面正落后于科技公司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机构来实现政府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最后 孔子学院在美国的校园中正在消失 大部分由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已经关闭 这是中美关系紧张以及美国立法威胁要削减对保留孔子学院的大学的联邦资助的结果 这些孔子学院被批评是中共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施加影响的工具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外交互动 微软改进安全产品 银行业的变迁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 以及孔子学院的消失 这些新闻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的话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好 我是华尔街电视的小安 为大家主持一档新的节目 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 您慢慢看就知道了 孟加拉反政府集会和工人罢工活动暴力升级 导致两名工人死亡 还有数十人受伤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对暴力事件表示深切关注 孟加拉首都达卡街头 有公共巴士在罢工和示威行动中被烧毁 组织示威的主要反对党 民主主义党指控警方 在2000名抗议者集会上杀死了两名民主主义党成员 还导致100多人受伤 警方则指控示威者在10月份的示威期间杀害了一名警察 一位当地民众就说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 一些公共巴士都被烧毁了 出门都会感到担忧 在此同时也有数千名的服装厂工人 10月31日走上达卡和加济布尔工业区的街头要求提高工资 之后与警方爆发冲突 一名愤怒的女工抱怨说物价不断的上涨 工人的工资却不涨 维持温饱都成了问题 那孟加拉两大反对党的超过10万名支持者走上达卡街头 要求总理哈希纳下台 以在中立政府的领导下举行自由且公平的投票 主要反对党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在其脸书专页上发布的影片就显示 震撼弹接二连三的爆炸 路上冒出滚滚黑烟 数千人惊慌崩逃 那其实早在上个月 暴力事件就在首都市中心的道路和小巷蔓延 和该国最大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党的抗议活动是今年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显示他们的抗议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因为大选即将在三个月内登场 孟加拉建国者的女儿哈希纳已经执政15年 任内推动经济快速成长 人均国内生产总额GDP超过邻国印度 但通货膨胀率飙升 他的政府也被批评腐败和侵犯人权 尽管哈希纳的宿敌患病的孟加拉民族主义党领导人吉亚 因腐败指控被定罪后 实际上处于遭软禁状态 但反对派近几个月来一直在举行抗议活动 并提出他们要的诉求 孟加拉官员就证实 在示威前几天有数百名反对派人士遭到拘留 那为什么孟加拉那么穷 很多人对这个国家的基础印象似乎都停留在火车挂人 垃圾遍地 相比于中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孟加拉的交通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在这里趴火车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很多时候一列火车外面挂着的乘客比里面坐着的还要多 这不是夸张 也不是玩笑 根据统计 孟加拉每年的火车运载量有4000多万 但贫穷的孟加拉没有完善的交通设施支撑这么庞大的运载量 所以孟加拉人民只能兵刑险招 把自己当成一个装饰品挂在火车身上 而如此做法最终也导致了另一个大问题的出现 那就是堵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 不管你是火车还是私家车 平均行驶一公里就得花费半个小时 这就是真实的孟加拉国 一个把火车挂人变成日常的国家 一个垃圾遍布全国的国家 一个食不果福的国家 那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 全世界都在向发达国家靠拢 可是孟加拉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 整个孟加拉国有60%的人口 至今可能还过着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的生活 其中35%的人可能压根就没饭吃 就连联合国都对这个国家绝望了 联合国环境组织早已经宣布放弃孟加拉国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孟加拉如此贫穷 它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孟加拉国土总面积14.7万平方公里 对比中国和印度无疑是个小国 但就是这么点国土 里面却生活了超过1.6亿的人口 跟俄罗斯的人口总数旗鼓相当 想想就觉得拥挤 但庞大的人口级数并没有给孟加拉带来红利 其国家人均GDP仅为1750美元 这个数字就算放在非洲也是极为寒酸的 其实孟加拉国也有过一段极为辉煌的年代 14世纪的时候孟加拉出现了一个孟加拉苏丹国 当时的孟加拉苏丹国是整个世界掩馋的富有国家 地处热带 水热 水源条件都非常好 在那个时候以农耕为主的时代 这样的条件等于就是老天赏饭吃 而且孟加拉85%的国土都是平原 还有肥沃的恒河三角洲辅住 农作物栽种下去后几乎不存在死亡的情况 那因为生活条件不断的提升 孟加拉的人口也随着迎来爆炸式的增长 到16世纪时 孟加拉已经发展成次大陆上人口最密集 经济最发达 文化昌盛的繁华地区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时间走到17世纪 孟加拉人民的苦难生活也拉开了序幕 首先进入孟加拉的外族人是蒙古人 蒙古人将孟加拉征服 此后蒙古突厥贵族对孟加拉实施了近百年的恒真爆脸 但这一些远远不是孟加拉人民噩梦的尽头 比蒙古统治者更可怕的是是西方殖民者 18世纪工业革命掀起了一股世界热潮 由此诞生了强大的殖民者 他们在世界各地扩张自己的殖民地 1757年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殖民军盯上了孟加拉 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 军事力量空前强大 打南亚赐大陆的这些土族 不过就是放急炮的事 经过短暂的普拉西战役之后 孟加拉王公投降 南亚地区长达190年的英俗统治就此开始了 孟加拉一度沦为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但唯一的好处就是 英国人加速了南亚实现近代化的进程 他们给南亚带来了铁路、公路和火车 也带来了电灯、城市和金融中心 而这也在日后几百年内成了印度人口中 英国人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因为有了英国人带来的这些现代文明 才使得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的南亚大片土地实现了统一 随后英国人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迁走 然后将孟加拉人送到印度 最后再把印度人迁居到巴基斯坦 一整套人口大转移操作后 整个南亚地区基本乱了套 而这也是后来南亚地区民族、宗教和领土纠纷的由来 1857年印度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暴乱 甚至差点推翻了英国统治 那遗憾的是 这次的大起义并没有成功 英国的火炮很快就焚尽了印度人的怒火 事后英国王师取缔了东印度公司 设立英属印度 并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 但最无辜的还是孟加拉 这一战之后 孟加拉被纳入了英属印度的统治之下 不仅要受命于英国人 还要被印度人使唤 也就在这个时候 孟加拉人谋求了独立的念头 埋下了种子 二战时 印度因为帮助英国人抗击日军 且两国事先有约 战争胜利后就给印度以独立的身份 随着蒙巴顿方案的签订 被英国统治一百多年的印度 孟加拉人谋求独立 美苏冷战高峰期 印度背靠苏联 苏联得知此事后 立刻派军进入南亚地区 支持印度和孟加拉的军事行动 而亲美的巴基斯坦 由于大部分港口被印军提前封锁 无法得到美元 很快就招架不住投降了 1971年3月26日 联合国正式宣布孟加拉独立 次年成立孟加拉人民共恒国 然而独立之后 孟加拉人才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圈套 虽然印度人帮助孟加拉获得独立 但也从此把持着孟加拉的政治经济 那孟加拉独立后的一举一动 都要受印度政府的控制 这让孟加拉人很不爽 于是1981年 陆军总司令艾哈迈德 发动了军事政变 夺了总统拉赫曼的位置 孟加拉就此进入了军政府时代 艾哈迈德统治下的十年 也是孟加拉人一个多世纪以来 幸福指数最高的十年 在任期内 艾哈迈德积极倡导与周边国家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大力发展孟加拉经济能力 到艾哈迈德卸任时 孟加拉的GDP比起刚独立时翻了四倍多 但眼看孟加拉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印度又有些不开心了 一直以来 印度都想在东南亚地区 确立自己地区霸权的主导地位 所以不断地对周边几个国家出手 从此控制各国的政治以及经济 孟加拉自然也是印度要控制的国家之一 由于印度有106块飞地在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也有92块飞地在印度 所以两国之间不可能完全脱离关系 这也使得孟加拉独立后的发展 始终受到印度的牵制 可怜的是像孟加拉这样的小国 基本没有可以与印度抗衡的资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本来还过得下去的孟加拉人 迅间跌落谷底 经济继续衰退 资金仍未恢复 而与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孟加拉的人口 在几十年内一直呈现增长趋势 越穷越生 导致人口成了孟加拉国如今面临的最大困境 经济发展和基建建设的速度 根本跟不上人口的增量 无业人口越来越多 最后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窟 找不到活干的孟加拉年轻人 要么挤在贫民窟中荒废余生 要么走上一条犯罪的不归路 除此之外 由于孟加拉地处恒河下游 使得他们成了印度生活和工业垃圾最好的接收点 每年都有大量的印度垃圾 从上游漂到下游 而孟加拉政府又无力自理 最终导致孟加拉如今脏乱差的局面 截至21世纪的今天 孟加拉人民的文盲率依旧高达80% 教育的缺失使得孟加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异常严重 环境污染严重 社会建设缺失 遍地都是垃圾 从独立后到今天 孟加拉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因此变好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与印度脱不了关系 很难想象如果无法挣脱这层枷锁 孟加拉日后会何去何从 谢谢大家 这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悄然告别受欢迎的前总理 他赢得了人们的心 李克强的家乡为他的去世而哀悼 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 美国和加拿大对战舰通过台湾海峡进行了夸大宣传 如何修复中国经济 投资者对此并不确定 这是一个问题 拜登主义 展示力量 低调克制 请大家收看 中国悄然告别受欢迎的前总理 BBC 中国为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哀悼 全国降半旗之哀 曾被认为是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李克强 被现任主席习近平超越 并被边缘化 他的葬礼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习近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出席了葬礼 与普通中国公民的悲痛和赞扬 李克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一事件在国家媒体上被低调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 公众的反应反映了对习近平执政前 更开放和乐观时期的哀悼之情 李克强担任总理长达十年 以其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关注减少贫富差距 提供可负担房屋而闻名 在习近平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同时 他在实施改革方面遇到了困难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向前总理李克强致以最后的禁议 全国各地下半起致哀 周四上午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举行了68岁的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 一周前 李克强上周五凌晨在上海突发心脏病猝死 遗体被转移到首都 李克强的遗体于周四火化 当习近平站在妻子彭丽然身边时 他在李克强的灵鹫前三鞠躬 灵鹫上覆盖着一面共产党党旗 根据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的录像 他与李克强的妻子 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陈洪 以及其他家属握手 表达深切哀悼 据国家媒体报道 李强总理紧随习近平之后 党的最高决策机构 政治局常委会全体成员 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国家副主席韩正紧随其后 李克强上周在上海的突然离世 似乎令中共领导层措手不及 最高领导层花了大约十个小时 才发布他的官方复告 周五上午消息刚一传出 举国震惊 数百万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他 他被执政党共产党誉为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和党和国家领导人 悼念仪式与前总理李鹏的悼念仪式相同 李鹏于2019年去世 享年91岁 据国家媒体报道 中国各地所有政府大楼 中国驻外使馆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均下半起致哀 在香港 金中天马剑 中环礼宾府 香港国际机场和所有边境口岸 都下半起悬挂士气和国旗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 上一次访问香港是在2011年 当时他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 并公布了30多项促进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 据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中国版的XTwitter称 日本大使馆周四将日本国旗降半旗致哀 据中国媒体财新网周四报道 除了由国家主导的仪式外 勿然的主要道路两旁也聚集了送别的人群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成为了中国公民 表达对他领导风格的赞赏的机会 他的领导风格被认为比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更加开放和温和 然而共产党对悼念者进行了密切监视 特别是在李克强的家乡安徽省 以确保他们的感激之情不会变成公开批评 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 美国和加拿大对战舰通过台湾海峡进行了夸大宣传 南华早报 中国军方表示 他们密切追踪了一艘美国和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 他们监视了美国拉斐尔 佩拉尔塔号和加拿大海军沃泰华号通过海峡的活动 中台紧张局势近几个月来不断升级 中国已多次警告台湾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 如何修复中国经济 投资者对此并不确定 这是一个问题 南华早报 中国股市最近的下跌让许多投资者感到困惑 因为尽管经济数据积极 政府也提供了增加的政策支持 但股市仍在下跌 中国股市与经济之间的脱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包括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 全球经济前景 以及对政府恢复经济信心能力的缺乏信心 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多面性 使得全球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和定价风险 拜登主义 展示力量 低调克制 彭博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一直在各种全球冲突中扮演克制者的角色 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乌克兰俄罗斯冲突和东亚紧张局势 他支持盟友 同时敦促他们保持克制 以防止冲突升级和变得灾难性 由于需要调整其宏观战略 以应对流氓国家造成的地缘政治干扰 美国越来越扮演超级克制者的角色 美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国家 其领导对于维护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顶级基金经理 在外资大量抛售股票之际表示支持股市 南华早报 中国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 对国内股市越来越乐观 原因是经济复苏 有吸引力的估值和丰厚的股息派发 这是义方达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刘晓燕的观点 广发基金管理公司和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管 也对此表示赞同 这些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呼吁 可能会对中国9.3万亿美元的股市提供支持 该股市在上个月创下4年低点后 一直在寻找底部 中国电动汽车供应商将目光投向日本 因为国内竞争加剧 日经亚洲 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竞争的加剧 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正寻求扩大海外市场 包括日本 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和三家中国零部件供应商 最近在日本移动性展上展示了他们的产品 这是日本汽车行业的旗舰活动 作为全球十大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之一 新能达电子希望向日本主要汽车制造商供应动力电池 而工业人则寻求日本客户 因为海外市场竞争激烈且利润空间更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前总理李克强置以最后敬意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 向因心脏病去世的前总理李克强表示最后的敬意 李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仪式后被火化 习近平在李的灵鹫前三次鞠躬 并与李的妻子和家人握手表示慰问 前总统胡锦涛没有出席 但送来了花圈 李克强在2013年至2023年担任总理两届 被共产党誉为杰出的领导人 中国全国和海外中国大使馆将办起致哀 中国男性领导向女性发出信号 告诉他们家庭才是他们的归宿 纽约时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共产党官员应该影响年轻人对爱情 婚姻 生育和家庭的看法 中国正面临人口危机 人口数量正在减少 出生率也在暴跌 官员们对中国女权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忧 党选择将妇女推回家庭 以鼓励他们结婚生子 党未能解决性别暴力 歧视和性骚扰等许多问题 女权主义者和倡导者被监禁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由全国妇联组织 该组织宣传党的政策 日本开始第三轮福岛水排放 南华早报 福岛第一核电站已经开始第三次 将经过处理和稀释的放射性废水 排入海中 该核电站的运营商 东京电力公司TEPCO 在前两次排放中分别排放了 7800吨处理水 计划在当前批次中 排放相同数量的废水 直到11月20日 该核电站从8月份开始排放废水 并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进行 目前 大约有134万吨放射性废水 储存在该核电站的约1000个储罐中 废水排放行为 引起了渔业团体和邻国 包括韩国的的反对 中国已经禁止进口所有日本海产品 以回应废水排放 这对日本海产品生产商和出口商 产生了重大影响 TEDCO和政府声称 由于储罐已满并需要停用该核电站 废水排放是不可避免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已经得出结论 废水排放对环境 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前央行顾问表示 中国2024年的增长甚至可能超过2023年 彭博社 根据前央行顾问黄一平的说法 与今年相比 中国经济在2023年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他表示 目前的增长潜力约为5%至5.5% 如果明年情况良好 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 中国政府上多月宣布 进一步支持经济 以应对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疲软 以及持续存在的房地产危机 然而 黄一平警告称 投资者和企业家信心 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以色列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 直到加沙冲突暴露了一些限制 南华早报 中国在最近的以色列加沙冲突中 未能谴责哈马斯 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是否在冲突中选择立场 并可能不再是以色列可靠伙伴的担忧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一项 由美国支持的为呼吁冲突停火的提案 这也引起了以色列的批评 分析人士认为 这场战争揭示了中国与以色列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的局限性 很可能导致以色列对中国的政策发生转变 中国将阿拉伯国家置于以色列之上的战略优先级 也体现在中国特使访问中东的行程中 迄今为止尚未包括访问以色列 最近的冲突突显了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局限性 可能限制两国之间更紧密伙伴关系的前景 Blackpink的Lisa和Angela Baby在微博上 因为性感表演被禁言 彭博社 韩国女子组合Blackpink成员Lisa和中国女演员Angela Baby的微博账号被关闭 引发了人们对他们参加Lisa在巴黎的脱衣舞表演是否是原因的猜测 习近平主席一直在打击明星粉丝文化 并下令整顿娱乐行业 当局依警告禁止低俗和淫秽内容 并采取措施确保年轻一代成为有动力 爱国和有生产力的工作者 Angela Baby的抖音账号也被封禁 她的事业可能难以复兴 自韩国部署激怒北京的萨德反导系统以来 Blackpink在中国一直处于非官方禁令之下 摩根市单利资本国际MSCI的非中国新兴市场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首次超过中国ETF规模 彭博社 iShar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Ex-China ETF 已经超过iShares MSCI China ETF 成为资产规模更大的基金 标志着投资者偏好从中国转移 非中国ETF的资产已经飙升至68亿美元 而中国ETF的资产则下降至约64亿美元 这一里程碑反映了中国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影响力下降 因为对中国可投资性的怀疑增加 北京方面恢复信心的努力有限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监管也增加 非中国新兴市场基金的推出和外国基金 从中国股市撤资也加剧了中国影响力的减弱 日本钢铁公司撤销对丰田汽车的有关电机金属的索赔 彭博社 日本钢铁公司已经撤销了对丰田汽车公司 关于电工钢板的专利诉讼 这家日本钢铁制造商曾声称 其用于生产电动机中使用的钢铁技术被侵犯 并要求赔偿约200亿日元 1.33亿美元 日本钢铁还声称宝山钢铁公司生产的 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电工钢板也侵犯了其专利 双方未透露是否达成了和解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常驻观察员 今天我们将回顾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 包括中国告别受欢迎的前总理 中美加海峡的军事动态 中国经济问题 拜登主义的崛起 中国对日本市场的关注 习近平对李克强的致敬 中国对女性角色的定位 辅导和电站的排放 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 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限制 Blackpink成员和Angela Baby的微博封禁 MSCI非中国新兴市场 ETF的增长 以及日本钢铁公司 对丰田的索赔撤销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 中国悄然告别受欢迎的前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的事件 李克强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但却被现任主席习近平超越并被边缘化 他的去世引起了公众的悲痛和赞扬 但是在国家媒体上却被低调报道 这反映出公众对习近平统治之前 更开放和乐观时期的哀悼之情 李克强在担任总理期间 以其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和关注减少贫富差距 提供可负担房屋而闻名 然而 随着习近平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他在推行改革方面遇到了困难 接下来 我们谈谈中美加海峡的军事动态 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 他们密切追踪了一艘美国和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 中台关系近几个月来不断升级 中国已多次警告台湾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 再来 让我们讨论一下中国经济问题 近期中国股市的下跌让投资者感到困惑 因为尽管经济数据积极 政府也提供了增加的政策支持 但股市仍在下跌 这表明 中国股市与经济之间存在脱节 这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 包括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 全球经济前景 以及对政府恢复经济信心能力的缺乏信心 这使得全球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和定价风险 接下来是拜登主义的崛起 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在各种全球冲突中扮演克制者的角色 支持盟友同时敦促他们保持克制 以防止冲突升级和变得灾难性 美国在维护全球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领导对于维护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然后是中国对日本市场的关注 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竞争的加剧 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正寻求扩大海外市场 包括日本 这些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呼吁 可能会对中国9.3万亿美元的股市提供支持 该股市在上个月创下四年低点后 一直在寻找底部 习近平向前总理李克强质以最后进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李克强在担任总理期间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去世引起了广泛的悲痛和哀悼 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 这表明对他的领导才能和贡献的高度评价 中国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也引起了讨论 习近平告诉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共产党官员应该影响年轻人对爱情 婚姻 生育和家庭的探法 中国政府选择将妇女推回家庭 以鼓励她们结婚生子 这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不满 然而 中国未能解决许多问题 如性别暴力 歧视和性骚扰等 这使得女权主义者和倡导者受到压制 福岛核电站的排放引起了国际关注 福岛核电站已经开始第三次将经过处理和稀释的放射性废水排入海中 这一行为引起了中国等国家的反对 并对日本海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也引起了关注 根据前央行顾问的说法 中国经济在2023年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然而 他警告说 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信心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限制也引起了关注 中国在最近的以色列加沙冲突中未能谴责哈马斯 这引起了对中国是否在冲突中选择立场的猜测 这场战争揭示了中国与以色列之间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的局限性 很可能导致以色列对中国的政策发生转变 最后 让我们谈谈Blackpink成员和Angela Baby的微博封禁 习近平一直在打击明星粉丝文化 并下令整顿娱乐行业 这次封禁引起了人们对他们参加 LISA在巴黎的脱衣舞表演是否是原因的猜测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我们对这些新闻事件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澳大利亚和中国寻求新的方式来治愈就伤口 在美国执行后 澳大利亚总理开始进行棘手的中国执行 微软承诺在多次遭受黑客攻击后改进安全产品 银行是没有钱的地方 习近平称中国为大国 但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前来寻求合作 请大家收看 澳大利亚和中国寻求新的方式来治愈就伤口 B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将成为7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此次访问是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期进行的 包括贸易争端和对外干涉的指责 尽管最近的一些姿态改善了两国关系 但分析人士表示 两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争夺影响力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 此次访问被视为一个机会 可以建立防护措施并减少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美国执行后 澳大利亚总理开始进行棘手的中国执行 彭博社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计划在本周末访问中国 这将是自六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以来 澳大利亚领导人首次访华 自阿尔巴尼斯的工党政府于2022年5月上台以来 澳中关系有所缓和 但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深度安全联盟可能会阻碍进一步赶上关系 此次访问将在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和贸易的安全担忧 以及两国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之际进行 习近平称中国为大国 但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前来寻求合作 澳洲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 标志着澳大利亚领导人近七年来首次踏上中国土地 这次访问对两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他为中国提供了改善形象的机会 也为阿尔巴尼斯稳定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展示与西方的冲突可以得到解决 巩固他的统治并推进他的全球战略 这次访问还凸显了澳大利亚作为中国修复与西方关系的外交跳板的重要性 微软承诺在多次遭受黑客攻击后改进安全产品 彭博社 微软宣布将改进其网络安全策略 该公司的三名高管表示 他们已经深思熟虑地适应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 并承诺在三个工程领域取得进展 改革软件开发 实施新的身份保护措施和加快漏洞响应速度 该公司每年200亿美元的网络安全业务增长迅速 但也经常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并受到批评 微软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措施 加快对漏洞的响应速度 银行是没有钱的地方 彭博社 摩根大通正在寻找资金来源 以便向企业客户和私募股权赞助商提供贷款 该银行希望向这些客户提供贷款 以获得良好的风险调整回报 但受到可用资金不足的限制 过去 银行通常会利用客户存款来为这些贷款提供资金 但由于资本要求的增加 这种做法变得风险较大 因此 摩根大通正在寻求与养老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合作 这些基金拥有可以长期投入业务的资本 由于其更好的资金模式 私人信贷正越来越多地替代银行贷款 养老基金 保险公司 主权财富基金和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拥有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 而银行则依赖短期存款 这些专业公司从养老金获得长期股权资金 能够为贷款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 摩根大通推动缩小其银行服务范围 并寻找替代资金 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摩根大通寻找资金来源的举动 凸显了银行业的变化动态 随着银行面临日益增加的监管压力和资本要求 他们越来越难以向客户提供贷款 这位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替代贷款机构提供了机会 他们可以提供长期贷款资金 私人信贷正成为传统银行贷款的受欢迎替代品 因为它提供更稳定的资金和更好的风险调整回报 让开吧 世界 美国想制定人工智能规则 金融时报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再次重申了他致力于维持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领导者的承诺 哈里斯在与总统乔拜登一起发表讲话时强调了美国在促进全球行动和建立人工智能政策共识方面的能力 拜登签署了一项旨在监管人工智能并解决隐私安全歧视和虚假信息等问题的行政命令 这些言论正值此时 根据2023年人工智能现状报告 过去三年中美国产生了超过70%的最常被引用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 大庆市伊丽莎白大山深化机器人推动以应对中国工资增长 日经亚洲 日本家居用品制造商Iris Oyama每年在其中国工厂安装约100台工业机器人 以应对工资上涨和促进自动化 该公司目前使用约1600台机器人 并计划在未来引入更多机器人 Iris Oyama在中国运营着10家工厂 其中大部分产量出口到日本 尽管自动化程度增加 该公司计划保留其在中国约5000名员工的现有工作岗位 Blackpink的明星在微博上因为夜总会表演被封禁 BBC Blackpink成员Lisa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账号已被封禁 有传言称 这是因为她最近在巴黎的Crazy Horse夜总会表演 Lisa的百度粉丝俱乐部账号也被暂停 据报道 中国女演员Angela Baby和张嘉尼也参加了Lisa的演出 她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受到了限制 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用户表达了对Lisa的表演可能变得低俗 并引起中国审查机构注意的担忧 韩国女子音乐组合Blackpink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美国芭蕾舞团在十年后重返中国 此举显示出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迹象 彭博社 美国芭蕾舞团已经十年来首次回到中国 这标志着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改善 该团的85名舞者正在上海演出 随后将前往北京 此次巡演 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上 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面之前进行 Sainsboroughs在与Audi和Lidle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 BBC 英国超市连锁店塞恩斯伯里表示 随着生活成本的上涨 顾客正在从折扣店奥勒奇和Lidle赚回来 塞恩斯伯里报告称 在截至9月16日的6个月内 杂货销售额同比增长10% 但税前利润下降27% 至2.75亿英镑约合3.63亿美元 塞恩斯伯里首席执行官西蒙·罗伯茨表示 公司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降低成本 通过降低顾客购买最常见产品的价格 将资金返还给顾客 上海博物馆馆长指南 金融时报 上海是一个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城市 现在是当代艺术、独立企业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的中心 岭南美术馆引领亚洲当代艺术的对话 并最近推出了一年一度的建筑思考双年展 岭南地区经过18年的保护工程重新开放 翻新了11座历史建筑 并建造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广场 该地区还拥有一些独立企业的中心 如书店和咖啡馆、音乐工作室、自行车店和茶店 这座城市还拥有几家画廊 其中Antenna Space被认为是这座城市最有趣的画廊之一 区块链平台如何降低货币交易成本 金融时报 汇丰银行和富国银行合作使用区块链技术来结算他们之间的外汇交易 这两家银行使用共享的私有账本来跟踪和管理货币交易 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这项技术使得银行能够同时看到相同的事实 降低了信息差异的风险 汇丰银行还在内部使用区块链来结算外汇转账 使用区块链使得货币结算对汇丰银行和富国银行更加简单、快速和便宜 Accentra的一项调查发现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全球十大投资银行中的八家银行 每年节省高达1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成本 然而,最近有几个重要的区块链项目被放弃 这凸显了区块链项目要实现主流采用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本钢铁公司撤销针对丰田的电动车金属诉讼 日经亚洲 日本钢铁公司已经撤销了对丰田和三井物产的专利侵权诉讼 但将继续对中国宝钢提起法律诉讼 该钢铁制造商在2021年10月对丰田和宝钢提起诉讼 声称他们侵犯了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非取向电工钢板的专利 该公司称 结束对同胞公司的诉讼是因为汽车和钢铁公司在脱碳方面需要合作 日本钢铁公司将继续对宝钢提起诉讼 而分析师们认为 这个案件是为了在日本法院确立接受针对侵犯日本专利的外国公司的诉讼的先例 政府曾经引领创新 但在人工智能领域 他们正落后 《华盛顿邮报》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 政府正努力控制人工智能AI的发展和应用 该技术正在战场和竞选活动中使用 并具有影响民主和战争的能力 AI正在由科技公司在企业保密下开发 基本上超出了政府监管的范围 政府过去通常能够招募顶级科学家 从事国家利益项目 但现代情况已经不同 公司呼吁按照自己的条件限制AI的发展 勾盟和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 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 呼吁国际合作限制AI的风险并发挥其好处 然而 这份宣言缺乏细节 观察家认为它正在被AI的发展速度超越 如今 科技公司控制着美国技术研发的大部分资金 造成了地缘政治的真空 需要建立新的机构 使政府能够在AI带来的机遇 与国家安全关切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的孔子学院正在美国校园中消失 彭博社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报告 大部分由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 在美国已经关闭 目前这无所指在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 孔子学院仍在运营 而2019年时有96所 这些关闭是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加剧 以及美国立法威胁要削减对保留 孔子学院的大学的联邦资助的结果 孔子学院的批评者认为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 施加影响的工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也是六度简报的固定播报人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斯将成为七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虽然两国之间存在一些紧张关系 但此次访问被视为一个机会 可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相信通过此次访问 两国可以建立起更好的合作关系 微软宣布将改进其网络安全策略 以应对不断增加的网络威胁 这对于微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因为该公司每年网络安全业务增长迅速 但也常常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其他措施 微软将加快对漏洞的响应速度 提高网络安全性 摩根大通正在寻找资金来源 以便向企业客户和私募股权赞助商提供贷款 随着监管压力和资本要求的增加 传统银行越来越难以提供贷款 而私人信贷机构则成为了一个替代品 这一趋势的体现就是 摩根大通正在寻求与养老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合作 以获得更好的资金支持 习近平称中国为大国 但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 他需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前来寻求合作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此次访问中国正好符合习近平的需求 也为中国提供了改善形象的机会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利斯再次重申了他致力于维持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领导者的承诺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国家安全和民主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政府需要在此方面加强监管 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相信大家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 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参议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设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nothing in world politics is inevitable the underlying elements of national power such as demography geography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tter but history shows that these are not enough to determine which countries will shape the future it is the strategic decisions countries make that matter most how they organize themselves internally what they invest in whom they choose to align with and who wants to align with them which wars they fight which they deter and which they avoid when president joe biden took office he recognized that u.s foreign polic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where the decisions americans make now will have an outsized impact on the future the united states underlying strengths are vast both in absolute terms and relative to other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growing population abundant resources and an open society that attracts talent and investment and spurs innovation and reinvention americans should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but u.s foreign policy was developed in an era that is fast becoming a memory and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the country can adjust to the main challenge it faces competition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the post-cold war era was a period of great change but the common thread throughout the 1990s and the years after september 11th was the absence of intens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is was mainly the resul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economic preeminence although it was widely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that the world agreed on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post-cold war era is now definitively ov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has intensified and now touches almost every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t just the military domain it is complicating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hanging how countries deal with shared problem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pandemics and it is posing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what comes next old assumptions and structures must be adapt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ace between now and 2050 in the previous era there was reluctance to tackle clear market failures that threatened the resilience of the u.s economy since the u.s military had no peer and as a response to 9 11 washington focused on non-state actors and rogue nations it did not focus on improving its strategic position and preparing for a new era in which competitors would seek to replicate its military advantages since that was not the world it faced at the time officials also largely assumed that the world would coalesce to tackle common crises as it did in 2008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rather than fragment as it would do in the face of a once-in-a-century pandemic washington too often treat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et in stone without addressing the ways in which they were exclusive and did not represent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overall effect was that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the world's preeminent power some of its most vital muscles atrophied on top of this with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the united states had a president who believed that its alliances were a form of geopolitical welfare the steps he took that damaged those alliances were celebrated by beijing and moscow which correctly saw u.s alliances as a source of american strength rather than as a liability instead of acting to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rump pulled back from it this is what president biden was faced with when he took office he was determined not just to repair the immediate dama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lliances and its leadership of the free world but also to pursue the long-term project of modernizing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this task was brought into stark relief by russia's unprovoked invasion of ukraine in february 2022 as well as by china's increasing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essence of president biden's foreign policy is to lay a new foundation of american strength so that the country is best positioned to shape the new era in a way that protects its interests and values and advances the common good the country's futur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wo things whether it can sustain its core advantages in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whether it can rally the world to address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health to food security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at a fundamental level this requires changing the way the united states thinks about power this administration came to office believing that international power depends on a strong domestic economy and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is measured not just by its size or efficiency but also by the degree to which it works for all americans and is free of dangerous dependencies we understood that american power also rests on its alliances but that these relationships many of which date back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had to be updated and energized for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we realiz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tronger when its partners are too and so we a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a better value proposition globally to help countries solve pressing problems that no one country can solve on its own and we recognized that washington could no longer afford an undisciplined approach to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even as we have mobilized a massive effort to defend ukraine and stop russian aggress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s the new realities of power and that is why we will leave america stronger than we found it title one the home fron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underwe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vesting in economic vibrancy at home in the decades following world war ii the country had pursued a policy of bold public investment including in r&d and in strategic sectors that strategy underpinned its economic success but over time the united states moved away from it the u.s government designed trade policies and a tax code that placed insufficient focus on both american workers and the planet in the exuberance at the end of history many observers asserted that geopolitical rivalries would give way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ost believed that new countries br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ould adjust their policies to play by the rules as a result the u.s economy developed worrying vulnerabilities while at an aggregate level it thrived under the surface whole communities were hollowed out the united states ceded the lead in critical manufacturing sectors it failed to make the necessary investments in its infrastructure and the middle class took a hit president biden has prioritized investing in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ength at home what has become known as bidenomics these public investments are not not about picking winners and losers or bringing globalization to an end they enable rather than replac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they enhanced the united states capacity to deliver inclusive growth build resilience and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enacted the most far-reaching new investments in decades including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and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we are promoting new breakthrough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quantum computing biotechnology clean energy and semiconductors while protecting the united states advantages and security through new export controls and investment rules in partnership with allies these policies have made a difference large-scale investments in semiconductor and clean energy production are up twenty-fold since 2019 we now estimate that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se sectors will total 3.5 trillion dollar over the next decade and construction spending on manufacturing has doubled since the end of 2021 in recent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supply chains for critical minerals had become heavily dependent on unpredictable overseas markets many of which are dominated by china this is why the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to build resilient durable supply chains with partners and allies in vital sectors including semiconductors medicine and biotechnology critical minerals and batteries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vulnerable to price or supply disruptions our approach encompasses minerals that are important to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security understanding that the communications energy and computing sectors are as essential as the traditional defense sector all this has put the united states in a position to better absorb attempts by external powers to limit american access to critical inputs when this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w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u.s military is the strongest in the world its industrial base suffered from a series of unaddressed vulnerabilities after years of underinvestment and aging workforce an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important defense sectors had become weaker and less dynamic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rebuilding those sectors doing everything from investing in the submarine industrial base to producing more critical munitions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ke what is necessary to sustain deterrence in competitive regions we are investing in the u.s nuclear deterrent to ensure its continued effectiveness as competitors build up their arsenals while signaling openness to future arms control negotiations if competitors are interested we are also partnering with the most innovative labs and companies to en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uperior conventional capabilities take advantage of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future administrations may differ from ours on the details of how to harnes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national strength that is a legitimate topic for debate but in a more competitive worl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washington needs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nd that major public investments ar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foreign policy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did this in the 1950s we are doing it again today but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ordination with allies and with a focus on today's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itle 2 all together now the united state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democracies have been its greatest international advantage they helped create a freer and more stable world they helped deter aggression or reverse it and they meant that washington never had to go it alone but these alliances were built for a different era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was under utilizing or even undermining them president biden was clear from the moment he took office about the importance he attached to u.s alliances especially given his predecessors skepticism of them but he understood that even those who supported these allianc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often overlooked the need to modernize them for competition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accordingly we have strengthened these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in material ways that improve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sition and its ability to deal with shared challenges for example we have mobilized a global coalition of countries to support ukraine as it defends itself against an unprovoked war of aggression and to impose costs on russia nato has expanded to include finland soon to be followed by sweden two historically non-aligned nations nato has also adjusted its posture on its eastern flank deployed a capability to respond to cyber attacks against its members and invested in its air and missile defens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have dramatically deepened cooperation on economics energy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we are doing something similar in asia in august we held a historic summit at camp david that cemented a new era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ile bringing the united states bilateral alliances with those countries to new heights in the face of north korea's dangerous and illicit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we are working to en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xtended deterrence is stronger than ever so that the region remains peaceful and stable that is why we concluded 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with south korea and why we're advancing extended trilateral deterrence discussions with japan as well through akus the 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e have integrated the three countrie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s to produce conventionally arme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and increase cooperation on advanced capabilit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nomous platforms and electronic warfare access to new sites through a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philippines strengthens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sture in the indo-pacific in september president biden traveled to hanoi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were elevating their relations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quad which brings together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india and japan has unleashed new form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technology climate health and maritime security we are also investing in a 21st century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for example with the us 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throug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we are deepening trade relationships and negotiating first of their kind agreements o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he clean energy economy and anti-corruption and tax cooperation with 13 diverse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e administration is strengthening u.s partnerships outside asia and across traditional regional scenes last december at the first u.s africa leaders summit since 2014 the united states made a series of historic commitments including supporting the african union's membership in the g20 and sign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secretariat an effort that would create a combined continent-wide market of 1.3 billion people and 3.4 trillion dollars earlier in 2022 we galvanized hemispheric action on migration through the los angeles declaration on migr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launched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an initiative to drive the western hemisphere's economic recovery we also stood up a new coalition with india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known as i2u2 it brings together south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joint initiatives on water energy transportation space health and food security this september the united states joined with 31 other countries across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frica and europe to create the partnership for atlantic cooperation to inves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the ocean and stop climate change we have formed a new global cyber partnership bringing together 47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counter the scourge of ransomware these are not isolated efforts they are part of a self-reinforcing latticework of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losest partners are fellow democracies and we will work vigorously to defend democracy across the globe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which the president first convened in 2021 has created an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deepening democracy and advancing governance anti-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human rights and getting fellow democracies to own the agenda alongside washington but the range of countries supporting washington's vision of a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world is broad and powerful and it includes those with diverse political systems we will work with any country prepared to stand up for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even as we shore up transparent and accountable governance and support democratic reformers and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e are also growing the connective tissue between u.s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is stronger in each region because of its alliances in the other allies in the indo-pacific are staunch supporters of ukraine while allies in europe are helping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president's efforts to strengthen alliances are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est amount of burden sharing in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is asking its allies to step up while also offering more itself roughly 20 nato countries are on track to meet the target of spending two percent of their gdps on defense in 2024 up from just seven countries in 2022 japan has promised to double its defense budget and is purchasing us-made tomahawk missiles which will enhance its deterrence of nuclear-armed competitors in the region as part of akus australia is making the big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defense capability in its history while also investing in the u.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germany has become the third largest supplier of weapons to ukraine and is weaning itself off russian energy title three a better deal the first year of the covet 19 pandemic showed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unwilling to lead efforts to solve global problems no one else will step into the breach in 2020 many world leaders were barely on speaking terms the g7 struggled to coalesce when covet 19 struck instead of coordinating closely countries undertook disparate efforts that made the pandemic more severe than it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president biden and his team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spur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ether on the global economy health development or the environment but the shocking experience of a global crisis without global leadership seared this into the president's worldview as we looked at the daunting array of global challenges we realized that we would not just have to restore u.s leadership we would also need to up our game and offer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global south a better value proposition much of the world is not preoccupied with geopolitical contests most countries want to know that they have partners that can help them address the problems they confront some of which feel existential for these countries the complaint is not that there is too much america but too little yes they say we see the pitfalls of getting closer to major authoritarian powers but where is your alternative president biden understands thi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as absent it is now competitive where it was competitive it is now leading with urgency and purpose and it is doing that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figuring out how to solve pressing problems togeth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intained its long-standing leadership on global development sustained its vital investments in health and food security and remained the leading provider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emergency food aid at a time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need president biden is now leading a global effort to raise ambitions even higher the united states is placing priority on driving progress toward the 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t is scaling up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mobilizing the private sector and helping countries unlock domestic capital as a cornerstone of this effort the administration is modernizing the world bank so it can address today's challenges with sufficient speed and scale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partners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bank's financing including to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we are also pressing for solutions to help vulnerable countries quickly and transparently address unsustainable debt freeing up resources for them to invest in their futures rather than make back breaking debt payment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domina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gged behind in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is mobiliz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capital through the g7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to support physical digital clean energy and health infrastructure across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d the way on global health it is investing more than ever to end epidemics such as hiv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as public health threats by 2030 it donated almost 700 million coveted 19 vaccine doses to more than 115 countries and nearly half of all global pandemic response funds and it remains vigilant about emerging threats it is helping 50 countries prepare prevent and respond to the next health emergency most people likely have not heard about the recent outbreaks of marburg virus disease or ebola because we learned the lessons of the 2014 west african ebola epidemic and responded before outbreaks in east central and west africa went global no country can offer a credible value proposition to the world if it is not serious about climate chang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herited a massive gap between ambition and reality when it comes to carbon mitig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driving the global deployment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at scal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untry will meet its national commitment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to to reduce ne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he global commitment to mobilize 100 billion dollars a yea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it has launched joint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 with indonesia which will accelerate that country's power sector transition with support from public and private sources new fit for purpose partnerships are not meant to replac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to reinforce and reinvigorate those institutions updating them for the world we face today in addition to modernizing the world bank the president has also proposed giv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 greater say a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try to reform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o it can drive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protect workers and promot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while continuing to uphold competition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president has called for far-reaching reforms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members both permanent and non-permanent and make it more effective and representative the president also knows that countries need to be able to cooperate on challenges that were unfathomable not that long ago that need is particularly urgent with respect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is why we brought together the leading u.s businesses responsible for ai innovation to make a series of voluntary commitments to develop ai in ways that are safe secure and transparent it is why the u.s government itself has made commitments to this end issuing in february a declaration on the responsible military use of ai and it is why we are building on these initiatives by working with u.s allies partners and other countries to develop strong rules and principles to govern ai delivering a better value proposition is a work in progress but it is a vital pillar of a new foundation of american strength not only is it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 also serves u.s interests helping other countries get stronger makes america stronger and more secure it creates new partners and better friends we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merica's affirmative offering to the world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win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o that it is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title four pick your battles in the 1990s u.s defense policy was dominated by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and how to intervene in war-torn countries to prevent mass atrocities after september 11th the united states shifted its focus to terrorist groups the risk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appeared remote that began to change with russia's invasions of georgia in 2008 and ukraine in 2014 as well as with china's breakneck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its growing military provocations in the east china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taiwan strait but america's priorities had not adapted fast enough to the challenges of deterring great power aggression and responding once it occurred president biden was determined to adapt he ended u.s involvement in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longest war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free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ustaining military forces in active hostilit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wo decades this transition was unquestionably painful especially for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and for the u.s troops and other personnel who served there but it was necessary for preparing the u.s military for the challenges ahead one of those challenges came even more quickly than we had anticipated with russia's brutal invasion of ukraine on february 24th 2022 i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ill fighting in afghanistan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russia would be doing everything it could right now to help the taliban pin washington down there preventing it from focusing its attention on helping ukraine even as our priorities shift away from major military interventions we remain ready to deal with the enduring threat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we have acted over the horizon in afghanistan most notably with the operation that killed the head of al-qaeda ayman al-zawahiri and we have taken other terrorist targets off the battlefield in somalia syria and elsewhere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but we will also avoid the protracted forever wars that can tie down u.s forces and that do little to actually reduce the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the middle east more generally the president inherited a region that was highly pressurized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written before the october 7 terrorist attacks by hamas in israel emphasized the progress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two decades marked by a massiv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iraq a nato military campaign in libya raging civil wars refugee crises the rise of a self-declared terrorist caliphate revolutions and counter-revolutions and the breakdown in relations among ke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t described our efforts to return to a disciplined u.s policy approach that prioritized deterring aggression de-escalating conflicts and integrating the region through join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cluding between israel and its arab neighbors there was material progress the war in yemen had reached its 18th month of a truce other conflicts had cooled regional leaders openly worked together in september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a new economic corridor that connects india to europe through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audi arabia jordan and israel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emphasized that this progress was fragile and that perennial challenges remained including tensions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ians and the threat posed by iran the october 7 attacks have cast a shadow over the entire regional picture the repercussions of which are still playing out including the risk of significant regional escalation but the disciplined approach in the middle east that we have pursued remains core to our posture and planning as we deal with this crisis as president biden demonstrated when he traveled to israel in a rare wartime visit on october 18th the united states firmly supports israel as it protects its citizens and defends itself against brutal terrorists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regional partners to facilitate the sustainable delivery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civilians in the gaza strip and the president has repeatedly made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life during conflict and respect for the laws of war hamas which has committed atrocities that recall the worst ravages of isis does not represen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it does not stand for their right to dign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a two-state solution that does in fact our discussions with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toward normalization have always included significant proposals for the palestinians if agreed this component would ensure that a path to two states remains viable with significant and concrete steps taken in that direction by all relevant parties we are alert to the risk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could spiral into a regional conflict we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diplomatic outreach and enhanced our military force posture in the reg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e have acted militarily when necessary to protect us personnel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at iran never obtains a nuclear weapon and while military force must never be a tool of first resort we stand ready and prepared to use it when necessary to protect us personnel and interests in this important region the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does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prepare for a new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particular by deterring and responding to great power aggression when we found out that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as preparing to invade ukraine we were confronted with a challenge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committed by treaty to ukraine's defense but if russia's aggression went unanswered a sovereign state would be extinguished and a message would be sent to autocrats around the world that might makes right we sought to avert the crisis by making it clear to russi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spond by supporting ukraine and by displaying a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talks on european security even though russia was not serious about doing so we also used the deliberate and authorized public release of intelligence to warn ukraine rally us partners and deprive russia of the ability to create false pretexts for its invasion when putin invaded we implemented a policy to help ukraine defend itself without sending u.s troops to war the united states dispatched massive quantities of defensive weapons to the ukrainians and rallied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the same it coordinated the immense logistical undertaking to deliver those capabilities to the battlefield this assistance has been divided into 47 different packages of military assistance to date which were structured to respond to ukraine's needs as they evolv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conflict we cooperated closely with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on its requirements and worked through technical and logistical details to make sure its forces had what they needed we also increased u.s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with ukraine as well as training efforts and we imposed far-reaching sanctions on russia to reduce its ability to wage war president biden also made it abundantly clear that if russia attacked a nato ally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defend every inch of ally territory backing that up with new force deployments we started a process with u.s allies and partners to help ukraine build a military that could defend itself on land at sea and in the air and deter future aggression our approach in ukraine is sustainable and contrary to those who say otherwise it enhances the united states capacity to meet every contingency in the indo-pacific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a bully when they see one they understand that if they were to pull u.s support from ukraine it would not just put ukrainians at a severe disadvantage as they defend themselves but also set a terrible precedent encouraging aggression in europe and beyond american support for ukraine is broad and deep and it will endure title 5 the competition to come it is clear that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competitive that technology will be a disruptive force and that shared problems will become more acute over time but it is not clear precisely how these forces will manifest themselv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urprised in the past wit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1962 and iraq's invasion of kuwait in 1990 and it will likely be surprised in the future no matter how hard the government works to anticipate what is coming and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have gotten a lot right including accurately warning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n february 2022 our strategy is designed to work in a wide variety of scenarios by investing in the sources of domestic strength deepening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delivering results on global challenges and staying disciplined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prepared to advance its vision of a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world no matter what surprises are in store we have created in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tchison's words situations of strength the coming era of competition will be unlike anything experienced before european security competition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as largely a regional contest between midsize and proximate powers that ultimately ended in calamity the cold war that followed the most destructive war in human history was waged between two superpowers that had very low levels of interdependence that ended decisively and in america's favor today's competition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economically interdependent the contest is truly global but not zero-sum the shared challenges the two sides face are unprecedented we are often asked about the in state of 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e expect china to remain a major player on the world stag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seek a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international order one that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friends and delivers global public goods but we do not expect a transformative end state like the one that resulted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will be ebb and flow to the competi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gains but china will too washington must balance a sense of urgency with patience understanding that what matters is the sum of its actions not winning a single news cycle and we need a sustained sense of confidence in our capacity to outcompete any country the past two and a half years have upended assumptions on the relative trajec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enjoy a substant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omplicated because the country is a competitor we will make no apology in pushing back on unfair trade practices that harm american workers and we are concerned that china can take advantage of america's openness to use u.s technologi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we seek to de-risk and diversify not decouple we want to protect a targeted number of sensitive technologies with focused restrictions creating what some have called a small yard and a high fence we have faced criticism from various quarters that these steps are mercantilist or protectionist this is untrue these are steps taken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s and focused on a narrow set of technologies step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take in a more contested world to protect its national security while supporting an interconnected glob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deepening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allies including with india and through the us 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a forum created in 2021 we will keep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wn capacities and in secu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we will keep advancing an agenda that promotes workers rights in pursuit of decent safe and healthy work at home and abroad to creat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merican workers and companies at times the competition will be intense we are prepared for that we are pushing back hard on aggression coercion and intimidation and standing up for the basic rules of the road such a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ea a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put it in a speech in september america's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in preserving and strengthening this order has never been greater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ors particularly china have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vision but washington and beijing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manage competition to reduce tensions and find a way forward on shared challenges that is wh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intensifying u.s diplomacy with china preserving existing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ng new ones americans have internalized some of the lessons of the crises of decades past especially the potential to stumble into conflict high-level and repeated interaction is crucial to clear up misperception avoid miscommunication send unambiguous signals and arrest downward spirals that could erupt into a major crisis unfortunately beijing has often appeared to have drawn different lessons about managing tensions concluding that guardrails can fuel competition in the same way that seatbelts encourage reckless driving it is a mistaken belief just as the use of seatbelts cuts traffic fatalities in half so do communication and basic safety measures reduce the risk of geopolitical accidents recently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encouraging signs that beijing may recognize the value of stabilization the real test will be if the channels can endure when tensions inevitably spike we should also remember that not everything competitors do is incompatible with u.s interests the deal that china brokered this year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partially reduced tensions between those two countries a develop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wants to see washington could not have tried to broker that deal given the lack of u.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ran and it should not try to undermine it to take anothe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engaged in a rapid and high stake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but the two sides need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on the risks that arise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ing so is not a sign of going wobbly it reflects a clear-eyed assessment that ai could pose unique challenges to humanity and that great powers have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to deal with them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countries aligned with n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nor china will engage with both seeking to benefit from the competition while endeavoring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from any spillover effects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see themselves as part of the global south a grouping that has a logic of its own and a distinct critique of the west that dates back to the cold war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unlike during the cold war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void the temptation to see the world solely through the prism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or treat these countries as places for proxy contests it will instead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them on their own terms washington should be realistic about its expectations when dealing with these countries respecting their sovereignty and their right to make decisions that advance their own interests but it also needs to be clear about what is most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s how we will seek to shape relations with them so that on balance they have incentives to act in ways consistent with u.s interests in the decade ahead u.s officials will spend more time than they did the past 30 years talking with countries that they disagree with often on fundamental issues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contest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talk only with those who share its vision or values we will keep working to shape the overall diplomatic landscape in ways that advance both u.s and shared interests for instance when china brazil and a group of seven african countries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pursue peace efforts to end russia's war in ukraine we did not reject these initiatives on principle we called on these countries to talk with ukrainian officials and offer assurances that their proposals for a settlement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u.n charter some of the seeds we are planting now investments in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instance or the akka submarines will take many years to bear fruit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issues on which we can and will act now what we call our unfinished business we have to ensure a ukraine that is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free we have to strengthe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e have to advanc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hile continuing to check iran we have to moderniz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d we have to deliver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ommitments to the global south title six up to u.s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ched the third phase of the global role it assume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in the first phas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n power to accomplish two objectives strengthening democracies and democratic cooperation and containing the soviet union this strategy carried on by subsequent presidents included a comprehensive effort to invest in american industry especially in new technologie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this commitment to national strength through industrial investment began to erode in the 1980s and there was little perceived need for it after the cold war in the second phas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no peer competitor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sought to enlarge the u.s led rules-based order and established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on critical issues this era transformed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in a variety of ways many countries became more free prosperous and secure global poverty was slashed and the world responded effectively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ut it was also a period of geopolitical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now finds itself at the start of the third era one in which it is adjusting for a new period of competition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and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this does not mean breaking with the past or giving up the gains that have been made but it does mean laying a new foundation of american strength that requires revisiting long-held assumptions if we are to leave america stronger than we found it and better prepared for what lies ahead the outcome of this phase will not be determined solely by outside forces it will also to a large extent be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wn choice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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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